嘿 大家好呀 今天是一期猫系家居改造博主 带大家逛宜家 走 走吧 为什么想到要带大家来逛宜家呢 因为确实我们发现最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家居品牌 开始布局宠物家居这个领域 那么宜家作为全球知名的家居品牌 所以我们特别想来看一看 它为宠物做了哪些家居的设计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年轻人 确实是都很喜欢逛宜家嘛 很多人可能出租屋 或者是人生的这一套房 多过来一家来买家具 那么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哪些家具特别适合养猫家庭 或者呢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改造 它就能够适合养猫家庭的 我们来找一些参考和灵感 OK 那我们进去吧 为了给大家演示呢 我就想跑到儿童区找一个娃娃 我们就用熊猫来替代小猫吧 这有一只小猫 好了 这就是呼伦小早小黑的代表了 现在你就叫呼伦黑小早 走吧 走吧 好啦 现在我们全员到位 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一家展厅的一个布局 边走边跟大家分享 走吧 走吧 你怎么在这儿啊 快走 不太聪明的样子 快走 刚进来就躲了 养猫家庭 或者是你刚开始租房子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房间来养猫 但是我刚刚注意到的是这个区域 它其实是一个窗户嘛 那么这就是一个天然的猫电视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房间的话 两边柜顶部不要放东西 或者给小猫放一个小垫子小窝 这就是他们每天看外边风景的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因为小房间我们会考虑到收纳 所以我觉得它在飘窗上面放两个柜子 这个还是挺好的 而且就正好起到了一个给小猫高出的空间 唯一的问题就是小猫怎么上去 可能就要在中间加一个跳板给它 或者像这边的这种柜子 给它稍微延长出来一块 让它盖一块木板 这样它就可以踩一下跳 后来就是那种天地高 整天立地猫爬住 今天刺怎么好刺的呀 如果你不想让小猫猫跳到这上面的话 可以放一点早猫刺垫在这个抽油机上面 起跳 养猫家庭非常不适合 在餐桌上这样摆放如此 庞大的玻璃制品 对 其实我们正常一般家里也不会这么精致 可能就是好看 但是确实我们平常 你不要怪小猫咪把这些东西打下去 这么放着它肯定就是很危险 所以我们平常用完餐桌 就把它收拾掉就好了 对 这个地方它布置的动线还挺好的 小猫咪有一个跳的空间 而且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边柜 所以还挺适合放一个自动卫视器 还有在一个高处 对 然后也不会被我们人走过来影响 食物的卫生问题不会出现 然后像这样的柜子 就是如果我们不想让小猫去和和的话 两个办法 第一呢就是把它装得满一点 它无处下脚 它就不太容易和和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盖门 盖一个柜门 这是个好东西 这是已经缠好了吗 它就在上面 兄弟们都在这了 现在我以前没有留意 因为宜家现在真的有这样的角落 是完全给小猫咪设计的 对 这是它普通的 就是宜家的一个隔板 然后呢我们就 这个吧 叫拉克 对对对这个 而且它是无痕上墙 对这个好 如果猫咪比较重的话 不放心也可以像那样 再撑一个L板 对 对如果因为了美观 然后猫咪又不太重 像这个它没有做得很牢 好 然后做一个这样的跳板 可以让猫咪去高处 然后呢如果这里又有一个上下水管 它已经给馋好了 然后就把它馋成一个剑麻柱 它就是可能馋的有点少 对对对对对 对吧 而且它这个是棉绳 就是我们建议用那种剑麻绳 或者黄麻绳来馋这个管子 这样的话耐磨一点 这个棉绳不太耐磨 可能为了装饰效果吧 它是这样的效果 它有个很可爱的猫玩具 这个小角落还不错啊 对 而且它摆在一个桌子旁边 就如果这里有一个学习的小朋友 小猫就可以在上边看它 背它 嗯 哎呀好无聊呀 主人又在学习 我好无聊呀 噓噓噓噓噓 这个隔板通道也打得挺好的 但是就是它这边情况的一个闭环 就没有地方爬了 如果在这个门框上打一组 就像这样的隔板打过来的话 那从这哒哒哒哒上来以后 就可以绕一圈了 然后上面可以不放这些大盒子 直接上面走一圈 这样 我觉得蛮好的 这还有一个猫电视 小猫在这里该是这种动作 对 出来出来出来 奶奶我也想要 你去上厕所吧 放在这个位置上 它下的时候 终于踩翻 如果它踩翻 对 而且它这个空间太高了 这个位置 对 或者这个地方就可以放一个那种 就是只放一个 然后这样放 而它是这边开口的那种 所以它也好进好出 对 其实这样也行 这样放过去也行 对 而且这个角度放的话 你这边空一点 它其实出来还能漏漏沙 对 对 这放一个漏沙那种就是小垫子 也挺好 对 放两个有点 它这边挂了钩 直接把这个产餐都挂在了旁边 很方便 不错 这确实是一个貌气设计 走吧 我们去下一个房间看看 这个房间有一个特点 它全都是高脚的家具 对 其实高脚家具在小户型来说是好的 因为它把这个家具整个垫高了 会显得地面没有那么沉闷 就空间感更强一点 填得更大一点 但是这样的家具 在有小猫咪的家庭 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小猫胆子比较小的话 是不建议用这样的家具 就是它如果躲藏到里面去 我们人都够不到它 所谓给小猫咪安全区 还是最好是一个人可以找到它 碰得到它的什么的一个地方 而且如果我们是新接力这小猫咪回家 它尤其可能对这个陌生环境比较紧张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还建议大家 把这些高脚的地方都给它挡起来 不要让它往这边端 然后你在一个像这种小柜子 小盒子里边去给它布置一个安全区 让它只要能安全就可以了 好吧 你不紧张的我知道 你在干嘛呀 我在等我的奶奶回家 奶奶回来了 上 等 就是呼伦的常态 这种地方就是猫咪破坏区 咛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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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咛 我们就走到哪里给大家说到哪里 刚刚刚刚我看到了植物 如果说家里的小猫小狗 它确实是对植物不太友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悬挂式的把植物吊起来 它就碰到了 还有这些东西把它固定牢 保证我们不会用这个小肘把它打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房间好漂亮 这个房间好漂亮 它干嘛呢 这都是猫咪友好植物 绝 真的耶 波士顿绝 假的 那个厂 霸王绝吗 有点像霸王绝 嗯 也是 哇这个房间好 多肉有很多是猫咪不友好的 但是有很多也是猫咪友好的 这个等奶奶把植物这一篇分享出来 大家可以参考 这个就是咱们家的那个挂的 对对对 这个是猫咪友好的 嗯 它的名字我老忘了 回头给大家打在这 它啃完了吗 啃完了 走吧 它这会要吐吧 要吐猫草吧 摆盒是不友好的 嗯 对 好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沙发区 这个沙发其实还真的 有挺多问题的 我们也平常会被大家问到 但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猫咪挠沙发怎么办 什么样的沙发面料 不太容易被抓坏 那么我刚刚注意到 和你家的这个沙发套子 它有这样面墙 看它的布料 其实在选布料的时候 我们自己拿我们的手 去抓一抓 你就会有感觉 有一些它就是有点滑 而且感觉就很多 很单薄 所以这种像猫咪的指甲 很容易就戳破 但是有一些呢 像这两个 看着是粗纹路的这种 比较扛燥 就像它 这两个最不行 对 这两个一抓一个都 对 然后像这个 也是没问题的 是吧 它一定要有带点纹路 对 然后材质稍微厚一点 是 这个还可以 这个其实也可以 它虽然没有那么明显的纹路 但它这个还挺厚的 奶奶 这个和这个是一个款 就是不同颜色 这个就不太理想 太光流了 对 一扣一个洞 这个沙发非常给大家推荐 我们是亲厕做的 这个是当年淘汰远远 后路人都住过的家 我们用的沙发 特别耐着 它这个是一个孩子 有孩子的家 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能不能养一只小猫 这是昆明的街道 我们住这儿 这个其实就太挺 因为这边其实应该是封起来的 对 刚刚我们推上这种角度 就是一个猫爬架的绝佳的位置 看窗外 晒太阳了 这阳台怎么没有一个水管呢 对啊 如果你家这阳台有一个水管的话 你就可以拿肩膀把它包了 那水管其实应该是在这个区 因为有洗衣机的上下水 它应该就是在这边 所以我们一包变成一个猫爬柱 一家这个不科学 这个衣柜就不太适合小猫了 它相当于是一个就是半开放式的 把它可以随便地钻进去 还可以玩这些 说到这个帘子 就是如果我们家里养小猫 特别是前两天还有一个家长 问我它要接小猫回来 它担心小猫把它房东的窗帘抓破 我们在接小猫回来的时候 可以先把这个窗帘都给它玩起来 当它慢慢熟悉这个家里 包括它家里抓挠的这些设施 都齐全了之后 它没有那么的新奇 这个东西慢慢放下来 它应该就可以接受了 但是这个衣柜就是不太适合小猫 咪钻进去 除非我们不怕沾毛 来 在这看看外边吧 奶奶 我想换个家 奶奶说 你是来拉死的吧 这里有个可以DIY改造的小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它了 这是一个储物柜马骨 然后如果大家家里边 小猫咪的猫砂盆不好看 然后呢 其实想更好的 跟我们家具风格融合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猫砂盆 放在这样的一个柜子里边 然后把它摆在你家里 觉得合适的位置上 当然了前提就是说 我们DIY的第一点 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口子 小猫咪可以进去 那我们产猫砂的话 我们可以掀开掌插 你要上厕所吗 我觉得这个隔板 它在一个面上 绷绷整整的很好看 因为我们如果给小猫咪做跳板的话 高低错落太频繁的话 其实很容易显得墙面很乱 特别是如果你在摆其他的东西的话 所以大家如果担心这个问题 就是一字摆开 给小猫咪一个高出行动的通告 就可以了 我觉得你说的对 好了 现在我们进入了书柜区 其实书柜和衣柜一样 它都是家里一个天然的高的 这么一个空间 但书柜和衣柜不一样 衣柜一般我们都要有门 而且都是隔好的 但书柜我们可以做很多联空的设计 其实也就解决两件事 一给小猫咪留出一个高处的通道 二怎么让小猫咪可以方便的上下 那么我们在这个区一边看一边 给大家几个建议 走 首先我看到了这个架子 因为这个架子之前 我们在南京东工作室里 就用的是这个书柜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点 就是它中间没有隔的 所以它整个就是通的 那么如果我们把高处的一层 直接给小猫咪留出来 它就可以直接行走 然后我们把下边都塞满 让它无处落脚 对 这样的话就既不担心它霍霍下来 然后也给它有一个通道 那至于怎么让它上了这个书柜呢 我们依然可以利用家具的错漏摆放 比如说你这里有一张书桌 或者有一个别的什么小柜子 它就可以跳上去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 现在有那种单独的延伸隔板 好 然后我们就给它安装在这一层的某一个位置 然后方便它从每一个地方跳上来做一个动线 就好了 然后像这样子的书柜 它就是一个 它一个很好的优势就是说 因为它是一个一个的 我们可以直接错落定在墙上 留一些这样的台阶 给小猫咪走 它自然然然就打通了 那如果说我们也想让它有这种钻的感觉 因为我在国外的一些设计里面看到过 就是它们把这个直接打一个圆小洞 它可以在这几个中间直接穿梭 那么你就让它走里边不用走外边 这也是一个方法 那这个就需要更多的一点改造 这个书柜有历史 你想起来了吗 这个时候呼伦寺五个月大的时候 它就从这个书柜跳下来 然后我们回家 然后蹭到我们身上来的那个视频 就是在这个书柜上面拍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厨房区 厨房区有两个非常重要 也是我们自己亲自踩过坑的问题 一个就是厨房的水池 还有一个就是灶台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厨房 第一个问题 水池 厨房的水池呢 如果是打扫的非常勤快 每一次做完以后都擦的干干净净 且清理干净这个水漏 可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小猫咪 它会很喜欢到这个位置来喝水 而小猫咪接触生水 特别是不卫生的生水 它是很有可能肚子里有虫 这个是小呼伦 就遇到过这个问题 所以在水池上面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挡板 比较笨的方法呢 比如说放个菜板什么的 这是我以前干过的事 还有这样子的东西 可以用来专门绑厨房的水槽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然后呢 还有一个灶台 我们现在灶台一般就是 要么就是燃气 要么就是电嘛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燃气灶 这个位置 油烟也好 建出来的这些吃的什么的也好 如果我们清理的不及时 小猫咪上来 或者是这个东西 我们做完以后有余温 其实都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的安全隐患的 所以呢 还有这样的东西 可以用来防止小猫咪 直接接触到灶台 那垫也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垫用完的话 电磁路一类的 我们一定要及时的 把这个开关关掉 因为小猫咪在上面踩 它的那个肉垫 是可以把那个开关踩开的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能发热 吓到它或者烫到它 所以灶台和水池都是两个 我们一定要在家里 注意帮小猫咪规避风险的地方 大家避免麻烦 我们厨房也可以自豪 就不要让小猫咪进来了 把门关 门事儿 省事儿 啥都不用干 哇 这个中等 这个厨房小猫咪有一点想进 我的梦想就是有一间这样的厨房 收到 返利 这谁家吃完君子不收拾 这是要见小人吗 要跳舞吗 可能已经见了所以没来得及收拾 你看这个小熊猫心惊眼的刚见完 这上面有一排窝 睡完一个睡一个 如果是小黑的话 可以睡一天的照片 嘿 现在我们来到了家庭工作室和办公家具区 然后就很多的桌椅板凳 那我刚刚把这个小猫往这一放的时候 我就想到像这样一个书桌 我对我们养猫家庭来说 特别需要的是杯架 还有比如说键盘保护罩 那如果大家用的是笔记本电脑的话 还很需要一个支架 让这个键盘倾斜 以防小猫咪突然踩上去 那关于猫系书桌上边可能用到的东西 我们真的有过一期视频分享 大家可以回去看 那接下来我想说一下这个椅子 这种转椅啊 坐起来很舒服 也很方便 我们自己走来走去的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小猫咪或者小狗子 它们握在我们脚边 其实我们忽然一动 还挺容易伤到它们的 好想一撮毛是小事 对吧 碾个腿什么的就是大事 所以如果我们家里是这种转椅的话 我们平常要动的时候 一定要很小心 不要突然挪动 你先看一下 确认没有问题 或者有问题 你把它弄走 然后你再挪动 再粘起来 如果有可以把轮子锁起来 拨锁起来 好像就没有转移的必要了 买一个正常的板凳就可以了 现在是一个反例 哎呀 哎呀 你怎么了 哦 你没事吧 啊 这么这么长一撮毛吗 以上纯属表演啊 这个玩具我们会买走的 这就是那个宜家最讨厌那种睡着不走的人 我没有睡着不走 是因为小猫要跟我睡觉 哎 其实是因为这个床挺舒服的 而且我发现 这个床 它非常适合养猫家庭 大家看 它底下没有那个空间 就是小猫是不可能钻进去的 这也是刚刚我们在其中的一个样板件里提到过的 虽然说 小户型家庭 我们可以把床垫高 让小的空间更大 但是对养猫来说 特别是你家里要接一只新猫回来 或者是你家里小猫本来就比较胆小的话 如果大家有看过养一只神奇猫这本书的话 杰克森在里面特别提到过一点 就是说我们给小猫提供的安全区的前提是 它可以躲藏 同时这个安全区 我们又很方便的能够够到它 我们够到它要干嘛呢 不是要把它抓出来 是说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安抚它 比如说够一点猫条 去摸一摸它 撸一撸它 但如果它钻在像床这么大的空间 它是垫高的 然后它钻在最里边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够到它 只能任由它在里边害怕紧张 但如果说是可以提供另外的安全区给它的话 我们可以凑过去摸一摸安抚 这其实是建立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这个点是给大家的建议 但是落地床 大家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子的床 它很可能是下边做了一个这样的储物空间 它确实很能装 但是我们要小心 比如说我们要掏东西的时候 小猫咪钻进去了 然后呢 你放的时候夹到它 或者它就出不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确认好它不在周围 所以我们再把它放下来 因为我们刚刚没有看到成人的高低床 但是我们又想讲一下高低床 所以就走到了小朋友的区域 高低床总的来说有两种 一种就是上下都是床 下边可能大一点 可以做一个双人床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上面是床 下边是活动空间的 这两种其实都还挺适合的 只要有一个可以攀爬的通道 那么对小猫咪来说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活动空间 所以大家如果是家里 比如是小户型啊 或者是你家里有一个儿童房之类的 都可以考虑用这样的一个家具 来实现小猫咪的高处活动空间 我们家里前就用过高低床 我们刚刚一逛完了 算机一个展厅 大家具 还有那些小商品的区域没有去 我刚刚一进来就看到了 做那个猫咪的跳板 你还记得吗 然后有那个水管缠了的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 现在一家还做了挺多这种 猫系家居这种设计的 但是从来之后 你再也没有看到了 很多小东西可能都是靠我们觉得 这个还是挺适合猫咪的 但很明显它一定不是为 养猫家庭而设计的 就是我本来以为挺多的 但还是不够 但我估计小商品区的最后 应该会有一些什么 猫窝这种小东西的 我那会再去看一下 其实还没有看到太多 猫的 小动物的 对 所以市场是空白的 机会就有了 现在我们都吃饱喝足 再带大家逛一下这个小商品区 他说他还没吃呢 很多家长都有困扰 就是这个小猫小狗翻垃圾桶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买一个带盖的垃圾桶 这个垫子不舒服 背面舒服 这边也一般吧 这边呢 这稍微软会点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怕他们把这个 弄到地上什么的 我们就魔术贴粘一下就好了 对 还有这种蕾丝的 这种蕾丝的 窗帘和窗纱 特别的容易被小猫咪抓破 而且还容易挂着它的小指甲 对 对窗帘对猫都不太友好的 我们看这边挂了这么一排 这种呢就是毛稍微有点长 它也会耐抓的 但它就有点厚 如果小猫咪不小心弄脏 不好打理 但是像这样的 它稍微薄一点 但是又有一定的厚度 它是比较耐抓的 对 这两款都可以 这种就不建议了 因为这种也是相当于是一些小细毛的 很容易被勾边勾起来 要不要看价格 我没有看价格 我只是看样式 这个也不错 某稀稀可以平T的很多 就是它有一些纹路 耐磨的 而且很厚 对我们其实 这个类似于 很类似于白剑麻的感觉 是 其实关键词就是 厚 条纹 条纹地毯这一类的关键词 大家都可以去搜 对 这个价格确实有点离谱 这个区域是猫咪快乐角 是不是 是 这个椰壳不错 这个架头也还可以 就摸起来有点渣 对 但对小猫咪来说就很OK 就像白剑麻和黄剑麻的区别 对 虽然黄剑麻更软一点 但是小猫咪更喜欢白的 就是他那种腐脑感 OK Sam现在出来了 还不知道大家对这类的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 我们今后呢也可以多出来 走走 探一探 其实今天的视频大家看到 我会一直在聊天 在分析 这个是不是适合小猫 这个谁会喜欢等等的 看似是我们两个人在沟通 但其实这是我们在和小猫的沟通 对 是我们日记月累的沟通熟悉 然后我们对它们的了解 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这个适合 就像我们每一次去想 这个东西呼伦会喜欢 其实不就是相当于我们在问呼伦 他你是不是喜欢 你能不能上得去啊等等等等 按他给我们的回应 让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他喜欢 适合他 是他的一个习惯 所以说我们在做改造 都是这样的和小猫咪 保持沟通的一个方式 即便有时候可能 我们做了一个东西 不是他们最满意的 或者说还有改进的空间 就每一次试错 它依然都是一次沟通 我觉得这个过程挺有意义的 而且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对小猫咪的了解 才能让我们共同有一个和谐 舒适的家 对 我一直看路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给我们点赞 费收藏支持 谢谢